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诚意的情人是谁? 钱兵岩田一同不适,豆瓣组织爆料可能很真实。 郑一新和杨志的新剧《香杀神》一直以来,生命的亲情和生命的虐待,让RCP感觉直接拉满。 随着该剧的热播,诚意的爱情生活也受到了大家的关注。 诚意的情人是谁?让我们检查一下。 最广为人知的故事是,诚意几十年来如此专注于他的画作,以至于没有任何重要的传闻。 几年前,他与袁冰岩合作出引了《光彩美人狂暴》,以一流的演技将荧幕情侣带入了生活, 让网友们不敢看他们的十男一女纠葛,可爱的女人和男人的剧集通常令人赏心悦目。 剧集播出后,陈怡和袁冰岩又成为了此次拍卖的后遗症,让CP狂热者倍感自豪。 一些狂热分子要求重演该剧的糖果交易情节。 两人的互动很大,之前的艳丽显得活泼可爱,亲吻着诚意没有坐立不安,与此同时,诚意的谋子也在这一刻变得僵硬。 这成为二人溢出概念谈恋爱的首要动机,不少网友纷纷从CP上敲门,期待二人中的全新组合。 不过,网友们也应该感到失望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最近两人之间缺乏互动以及她们在重要角色中的形象缺乏实际上表明她们可能不是一对。 陈怡还有绯闻女友田一顿,两人曾在湖南卫视举办的《毕业一年》系列节目中集体参加,两人之间的甜蜜互动因为她们的话而展示。 目标市场也认为二。PC们对彼此有很多感情。 她们的关系似乎并没有在节目结束后结束,她们经常被拍到一起吃饭。 还有,有时候人们会误以为两人是相爱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她们只是朋友。那么宗怡没有女朋友是真的吗?事实上,事实并非如此。 豆瓣群由网友爆料,陈怡的女友名叫琪,绰号girlgirl,感情生活稳定。 她的性格也很善良,有爱心,睡前给她读诗,给她讲故事。 郑怡信的女朋友也很有魅力,善良,善解人意,有教养。 即使和别人吵架,她也能保持自己的形象。 她从不诽谤他人,责备合理,不居高临下。 她知道陈怡工作很忙,平时很支持她的工作,从不干涉她的心血来潮。 她们互相理解,彼此相处得很好。 她的女朋友喜欢叫郑怡琪琪,人们可能对琪琪是什么感到有些困惑。 其实陈怡是她当演员后改的名字,原名傅施琪,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少女,可爱到不行,女朋友用她的小名叫陈怡,真的很漂亮。 这位网友的爆料似乎很真实可信,因为她透露自己连陈怡的女朋友加卖痴迷猴桃都知道,恐怕也不能无缘无故说喜欢。 陈怡是一个勤奋敬业的演员,希望她继续提升演技,为世界带来更好的作品。 至于关于她女朋友的传闻是否属实,就等着我们说吧。陈怡和李洪基长得一模一样,相差8岁,长得像双胞胎。